我的妻子竟深爱我的弟弟 相恋多年终要修成证 却听见弟弟说他明明是个替身 为什么要跟他结婚不如跟我私奔吧 相爱十年的女友终于同意我君子 我一时高兴在订婚派对上多喝了两杯酒 向来彬彬有语的 却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呵斥我不懂规矩把醉酒的我赶下车 我忍着头倒 一个人在深夜的街头走三个小时 回到家又看到他在我们的婚房 抱着白月光轻松 我后悔了只要你肯回到 我愿意为你毁 看着他对白月光温柔耐心里 我突然也觉得后悔了 为了不让他回婚 婚礼当天我逃婚了 谁也没有想到我走后 那个平时孤傲自持的女 竟然像风了一样满世界寻找我的身影 婚房的窗口印出两个熟悉的身影 能看得出他们此刻正在紧紧想 我踢开脚下的皮鞋 这双鞋是柳如烟送我的订婚礼 我很喜欢可惜小丽玛 一路走来将我的脚磨出许多数号 所以现在我宁愿光脚走路也不想再穿过 我拨通了那个熟悉的海外电话 把我不结婚了我想去找你 爸爸沉默片刻好爸爸名字大 这份假夜早晚是要留给你 你早点过来也能早点失业 我哽咽着硬了一声 又听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叹息 我还以为那孩子不一样 没想到还是走过我和你妈的牢 继伯达别呼你还年轻男人的事情 并不是只有婚姻和孩子 还可以有自己事业 你自己想清楚爸爸的 今夜以前我也以为柳如烟是不一样的 他洁身自豪温和游泳 对出我之外的所有男生 都保持礼貌的距离 即使事业有成也没传出过任何费物 直到今晚的病婚派对上 他看到了不请自来的一层城 头一次失态打碎了准备 头一次因为小事对我大发为啼 将我独自丢在路边 如果看到的是什么人 我会觉得一切可能只舒服 我会愿意再给柳如烟一次剧 愿意再用十年二十年 不求回报地陪在他的身边 可房间里的那个男人偏偏是一层城 是欺负了我二十多年的一层城 是夺走了我的一切的一层城 是我永远都无法原谅的一层城 在看到柳如烟主动把一层城带回家 我便在心底彻底地放弃了这个女人 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 还是不受控制地打开了家里的肩 监控里一层城穿着我的睡衣 躺在我们的婚房 从不做家务嫌弃我喝酒 是不自爱的柳如烟 主动去厨房给他煮醒酒汤 一层城抬头问他 一个替身你还真和他结婚吗 柳如烟没有回答给一层城按摩 你不说我也知道 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和我赌气 搞个什么订婚派对就是为了逼我现实 你根本忘不了我 这个房间都是按照我喜欢的风格装修的 婚间里挑的也是我喜欢的款式 但刀上是我们俩的四四行 甚至他脚下的皮鞋都是我不要的 你爱的其实一直是我 柳如烟依旧什么都没说过 沉默片刻后突然一把将一层城扯进怀中 用一个热烈地吻倾诉自己满腔的爱你 看到这我已经泪流满了 我想起我们相爱十年 每次我动情主动想吻他的时候 他便会冷漠地把我撇开 我以为是他那脸害羞 没想到他只是把最热烈的爱给了一腾城 十年间他的肉体与我同窗共产 恩爱缠绵却在心底为自己的白月光手 我深呼一口气准备打车离开 柳如烟却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楼子 叫住了我的脸 见我回头他下意识松开了一腾城的手 一腾城今晚喝多了它是你的意义 我担心他一个人走在路上不安全 所以把他带到家了 他是个有分寸的人 怕你误补执意要先离开 寡言少语的柳如烟 一提起一腾城就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而且句句都在围乎他 我看着眼前的女人突然感到一阵陌生 明明我才是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竹马青鸣 明明我才是陪伴他创业了十年的月份 为什么到头来我居然这么个替身 我强忍心痛深吸一口气 他不是我弟弟 他只是小三生下来的小三 听了我的话柳如烟突然怒鱼 纪博达你怎么能对一腾城说 这么恶毒的话赶紧给一腾城道歉 怪不得所有人都不喜欢 你这尖酸刻薄的副样子真让我讨厌 活该你没人爱 似乎是害怕我伤害一平常 柳如烟将我撞倒在路边固在她的身前 温柔的月光洒在柳如烟的脸上 那副紧张的样子 与我记忆中那个小小的身影重点 许多许多年以前 在我们都还是孩子的时候 柳如烟也是这样固在我的身前的 那时候我妈妈出轨逼爸爸一回 爸爸夫妻出国我成了家里公鱼的人 每次柳如烟在隔壁听到我的吵架 便会冲过来哭到我身前 她说纪博达你是全世界最好的 就算所有人都不要你 我也会永远永远爱 长大后我一直把柳如烟的话记在心上 我努力赚钱想要摆脱糟糕的原生家里 和她组建一个我心中的幸福家里 可当我提及此事时 她却总会皱起眉头 不嫌不淡地说出一句童言无忌 而如今伊藤城出现了 她连童言无忌这样委婉的话都哭我说 只用一句活该你没人爱 狠狠扎在我心底最疼的伤头上 我别过头去不愿再谈谈 眼眶却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 柳如烟的眼眸微微颤抖在下 不知道是意识到自己话说的态度 还是注意到了我流血的双方 她叹了口气今晚我就当你醉酒不烟以后不会 我淡淡地开口到什么 柳如烟不明所以想要继续问下去 突然看到伊藤城流着泪跑来 她便再也顾不上心思 慌忙地追了上去走得太紧 口袋里的珍珠项链掉了都没注意到 我捡起地上的项链 想起柳如烟左胸前一块小小的珍珠纶身 所有被我忽略的细节都在此刻被插连了起来 竹马抵破天降 所谓的相爱十年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既如此我也没有必要 为了一个不值得的女人哭哭搜查 在我转身回家的时候收到爸爸发来的消息 她给我订了一张出国的计票 时间刚好是半个月后我们婚礼那天 客厅里的婚礼倒计时 现在成了我的离开倒计时 我苦笑一声争吊掉了所有婚房装饰和情侣用品 天意如此 就用这最后的半个月 与我过往的一切做一个告别 天亮后柳如烟手机铃声将我吵醒 气泊打醒了吗 我给你点了你最爱吃的小拢包 今天我不回去了公司有急事 婚纱照改天再拍吧 昨晚的事你也不必放在心上 我替你向一同城道歉了 好 柳如烟没想到我会这么痛快拍 有些尴尬的补充道 婚礼就是个面子工程 我们感情这么好 不需要用这些来证明什么 一切从简就好了 好 一切从简这场婚礼没有结婚证 没有婚纱照 这些事情全都记在了日历上 想趁着结婚这段日子 一次性实现自己所有的心愿 可惜一个个心愿被厚厚的马克服务 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 我不再把心思放在柳如烟身上 向公司递交辞呈后 约了几个关系好的同事做了报告 接下来的几天我陆续联系了我这边的朋友 告诉了他们婚礼取消的消息 其实我们都猜到了 朋友把柳如烟的朋友圈抬开给我 这段时间柳如烟一直和伊藤城在一起 不熟悉的人都以为他朋友圈里的那个人是 可我们一眼就认出来了 从没有发过我一张照片的柳如烟 如今朋友圈里全是伊藤城的背影 他们一起去游乐园散行 去婚纱电视礼服去海边喝酒看日出 他对伊藤城的爱大大方方为补 朋友有些担忧地看着我 记不打你别太难过了 伊藤城根本不配合你 柳如烟要是知道伊藤城的真命 肠子都得毁起了 没事我早就已经不在乎了 我望向车水马龙的街道 还有几天我就会永远离开 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 留着为柳如烟伤心 所以当多日未归的柳如烟出现时 我也依旧毫无反应 回来后他的手再不停回消息 漫不经心环视一圈 家里怎么空荡荡的迷糊之马 不说你说一切从简单 柳如烟哑然目光落在了倒计时的气场 时间过得真快 再有一周就是我们的婚礼 我撕掉两页我们的婚礼是在五天后 这两页写着的愿望是 一起坐摩天轮和一起看日出日落 只是柳如烟永远都不会注意到有关我的一切 此时爸爸电话打开 我去阳台简单地聊了几句 回来时柳如烟依旧在看守 什么时候我好像听到了什么签证 没什么工作上的事情 好吧你可千万别准备什么蜜月旅行 我太忙了没时间去 我知道一腾成回来了后 他便一刻都舍不得和一腾成粉 见气氛有些尴尬 我把珍珠项链拿给了柳如烟 他平静的眼眸瞬间亮起来 原来在你之我找了很久 我知道我在网上看到了你发布的高价寻物体 一百万找一颗泛黄的珍珠项链 而我们的婚礼总花费也不过二十万 我看着柳如烟突然问到你的婚件 他愣了一瞬后知后觉的 看向自己挂住的手指 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 柳如烟还想解释手机又来的条信息 是一腾成的专属提示音 他看了一眼起身在我额头吻一下 对不起老公最近实在太忙了 婚礼的事情就拜托你操心了 忙完了这段时间 我们肯定是全天下最爱的夫妻 柳如烟突然会说情话 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会感动和开心 觉得自己五热了那朵冰山 可是现在我只是嫌弃地写了八语 依旧忙着自己的事情 时间一点点过去 很快到了婚礼前一天 日历上对应的愿望 是一起是团圆的 这是我二十多年来最大的心愿 可我自己也知道 这个愿望永远都没有办法实现 爸爸不会原谅妈妈 我也不会原谅柳如烟 我自己去坐了摩天轮 在摩天轮上看了日落 晚霞笼罩着这座 我从小生活到大的城市 所有回忆好像全都消散在了晚风 而一腾成发了新的动态 一大家子人正在吃饭 妈妈满脸笑意地看着柳如烟 给她加态 配文是双方母妇见面 商量最终婚礼戏机 我没有生气 只是觉得好笑 谁的婚礼我的还是一平常 我把一腾成拉黑身子 想和柳如烟说些什么 编辑了半天也没有发出 就在我准备要回家的时候 柳如烟打电话过来了 你在哪为什么没在家 发定位给我我想你了 柳如烟很快到了上车后 我才发现 车上有着一包香烟 又看到了一件白色外套 犹豫了一下我选择坐在后座 柳如烟眼睛依旧盯着手机 没有注意到我的营养 随口说道怎么想起来游乐游玩 婚礼的事情都忙完了吗 差不多了 我记得你一直想做摩天轮来 等我有碰了好好骗你玩个同团 今天本来也不想打扰你的 是我爸想见你 在柳如烟眼中婚礼 是我一个的事情 他永远只有在需要我的时候 才会想你 我没回答眼睛 酸酸地被风吹得很不舒服 到了老宅 只剩下一桌残宫冷饭 妈妈在和柳阿姨含血 柳叔叔热情地拉着我的手 纪伯达我真的很喜欢你乖巧合适 落落大方和那些举止轻浮的小伙伴 说这话时 他的眼睛贴了伊藤城 虽说以柳烟的条件 可以找到更好的 但是我也劝他 要珍惜你无怨无悔 跟了他十年 总得给你的名分 你年纪也不小了 婚后也不英文 早点跟柳烟要个孩子 我们帮你们带 我敷衍地应了几句 在抬头柳如烟 已经到了伊藤城身边 他拿来西装和半老胡道 知道你忙所以 就让伊藤城去挑 他眼光一直比你好 衣服穿上后 倒是伊藤城更像是新浪 柳如烟有些着急 一定是婚纱店 搞错了不关伊藤城的事 只是这么晚了 再去换眼来不及了 等明天我再想想办法 没关系 我淡然地想要脱掉鞋 伊藤城却提议拍个大合照 挤来挤去 把我挤到了最边点 自己站在了柳如烟身上 按下快门的一瞬间 又半会 最后拍出来 只有一个模糊到 看不清人脸的身影 柳如烟说要重拍 我笑笑以后 有机会再说 时间不止了 一起拍合照的愿望 早就已经被我挤了 伊藤城红着眼睛 说对不起我 哥哥你别生气 为难如烟姐姐 我今天晚上 就算是跑遍整个城市 也要给你找一件满意的西装 说着她哭着跑了出去 柳如烟瞪了我一眼 追了上去 我只觉无趣 抱着破烂的西装 独自离开 反正明天一切就要结束 回去扣我最后 清点了一下心 忙到了凌晨 没想到居然翻出来 柳如烟的日记 日记里记载着 几年前柳如烟最落魄时 与伊藤城在清语中相识的解释 最关键的几章却被撕掉 只留下一句话 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后面的一本记忆 无意不是在诉说着 自己对伊藤城的怀念 在她向我求婚那天 日记里是这样写的 曾经年少无知错 把鱼目当珍珠 错过此生唯一的挚爱 此后我再怎么闻 也无法将纪佛达变成伊藤城 往事不可追看在伊藤城的村上 我们的善待记得了 她的字刚进了 每一个笔画都好像刻在了我的心上 掉落的眼泪晕开了日记本上的字 我抬头看向这些年柳如烟送我的礼物 大到西装手跑 小到游戏机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伊藤城系 在望向镜子里的字节 俨然就像是放大版的伊藤城 我以为我和柳如烟竹马精美 十年相伴我们之间 总归是有些情谊在那 可是她明明亲眼见证了 伊藤城这些年对我造成的伤害 还是选择相信了她 她明明知道 我这辈子最恨最厌恶的人 就是伊藤城 还是选择把我塑造成她的提示 委屈又愤怒的情绪冲击着我内心 我打碎面前的静子 做完这一切后 我撕下日历的最后一页 上边写着我最后的心言 穿着最帅的西装 取到最爱的柳如烟 如今西装不堪入目 曾经最爱的人 已经面与全非 我把纸痕狠游成一领人 什么都没带只身一人 打车去了机场 中午十二点 在我入座那一刻 柳如烟的电话打来了 她的声音竟然带着一丝哭笑 继波打你去哪了 飞机即将起飞的提示音响起 我没有回答 把手机关机靠在座椅上 停沉睡去 可能是这段时间 发生的事情太多太老了 失眠已久的 我竟然在飞机上睡了个好觉 只是在梦里 依旧不断地能看到的柳如烟 七岁的时候一起玩过家家 她说她是新娘 我是最帅的新王 十八岁的时候 我们确定了关系 她说我们一定会有个最盛的 我们的感情 是什么时候开始变了 是在一同城出现以后 还是在更早的之前 我想不起来 柳如烟几乎充斥着 我整个前半生 不管我怎么保持阵面 放下她对我来说 都是一种八皮臭骨的 下了飞机 我甚至没有勇气打开手机 继波打爸爸 在一群金发毕严的外国人中 向我招手 数十年未见 她已经不是我记忆中 那个年轻人 她老了却比年轻时候 更要光彩 长这么大的爸爸 不断反摩着我的脸 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对不起 我扑到她的怀抱中 爸爸我不怪你是你告诉我 与其等着被爱 不如自己先爱自己 二十年前的爸爸 与二十年后的我 都做出了一样的选择 继波打柳如烟的电话 打到了我这里 爸爸擦去了我脸上的泪 自己的眼泪 却先掉了下来 爸爸还是那句话 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 我就支持你 手机上秘密麻麻一条一条 全都是柳如烟 打来的电话 和发来的东西 我还没来得及看完 新的电话又打过来 继波打柳如烟的声音 带着如释众扑的站 我从没见过她 如此紧张的门 我有些想不明白 一腾成已经回来了 她为什么还会 这么在乎我这个提示 继波打你看了我的日记 是不是 那不是真的 我和一腾成之间什么动物 我只是把她当地 你一定很伤心吧 我看到了你 留在日记本身的内容 我承认这段时间 是太疏忽 可我从没想过伤害你 我有些恍惚 柳如烟 我知道你嫁给我是出于责任 所以我选择离开成全 你和一腾成 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吗 你为什么要哭呢 在柳如烟日记里 一腾成是她落魄 岁月里的一母光 是她生命中 最浓墨重彩的意义 全然忘记了那段时间 我为了让她 东山再起做了多少努力 在她与一腾成 享受着一生中 最美好的时光 是我把自己所有积蓄 拿去填她的规模 是我挨家挨户 去找合作商 给她们下跪客套 是我没日没夜的 喝酒应酬 直到为出血小产 所有的一切她都不记得 她只记得一腾成 带给她一眼万点 魂牵蒙绕的体验 她把一腾成文在胸口 骗我说要记住 那段不刊的岁月明明故事 其实她想铭记得 只有热情丝火的一顶朝 现在她如愿以偿 找回了此生唯一的绝对 为什么又开始怀念其文 纪伯达你逃婚 是为了报复我对不对 你心里是有我的 你太爱了 埋怨我这段时间 对你的事 所以故意这么做 没关系 我会原谅你的纪伯达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会原谅你 我哑然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 曾经年少不懂事的时候 我也耍过脾气 哭过闹过离家出口 可不管我怎么做 柳如烟都只是冷眼旁观 她不会混我也不会闹 只是像没事人一样 看着我伤心的 等着我主动逼头认识 我以为她性格如此 没想到她什么都懂 她从小和我一起整发 对我了如指掌 并没有爱她的爱她 仗着我的爱有恃无可 她没有想到 我会突然间走得这么久 这一切都超出了她的掌握 她害怕害怕自己会永远失去 想明白这一切后 我对柳如烟最后那点留恋 为此我愿意原谅 你对我的一切伤害 逃婚不是我的暴露 是我的选择从今以后 我对你无爱也无可 希望我们可以 各自安好在不上前 说完这一切后 我把柳如烟的号码 加入黑名单 抬头冲爸爸笑了笑 可是不知道 为什么眼泪就是掉过嘴 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哪 爸爸拍的拍我的街 都过去了爸爸 给你接风启程 我们一起迎接心理生活 爸爸的接风启程很特别 他花了几天时间 替我安顿好一切 然后带着我去最大的酒吧 震耳欲聋的音乐 高浓度的酒精双重刺激之下 内心所有的烦躁与苦 好像都在这一刻 被抛到了酒消云外 下半场爸爸体力不知 我安排得怎能比较考 自己先回家休息了 我一直海岛通信 才在保镖的搀扶下 摇摇晃晃晃的走不出来 迷迷糊糊中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他快步向我走来重影 跌在一起 我看清了那是柳如烟的脸 他说继伯达跟我回家吧 爸妈那边我去说 亲戚朋友那我也会解释 没有人会怪你 只要你肯跟我回去 我会原谅你的头 我会安排好一切 我们重新开始 我发誓我一定会对你好 再也不会让你失望和伤心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找回来的 更不知道他在这里待了多久 我只是惊诧于他的厚颜无耻 柳如烟你为什么会觉得我需要你 柳如烟又吸了几口眼 眼圈一点点红了起来 我看到你和一个穿着暴露的女人 我在一起跳 这不是出轨是什么 既不打我爱你 所以我愿意原谅你 失去我你不会找到比我更好的女 我忍不住笑到你 是不是已经忘了我们已经分手了 在柳如烟眼中 他在定封后和伊藤城亲吻不算出轨 他在我为他流产的时候 怀念着伊藤城不算是出 他把我塑造成伊藤城的替身不算是 而我只是在分手后去了趟酒吧 变成了天地不容的背叛者 实在是太可笑 我不愿搭理柳如烟心 他却不管不顾地追了上来 既不打我们都因为无心犯不足 为什么不能彼此原谅 继续好好过日子 我们认识了二十多年 在一起十年 你真的能说忘记就忘记吗 他想过来拉我的手 却被我身边两个保镖拦住 我没有回头同静的开口能忘记 你遇到伊藤城便可以把我们的一切抛住 我也可以回去吧 和伊藤城或者跟谁在一起都好 别再来纠缠我了 我在向前走也在向前看 不像你永远只会牵挂着身后的东西 柳如烟不愿意离开 他放下了国内的公司 不顾任何人的劝阻 执意要留在我的身边 伊藤城甚至也为此追了我 他怒气冲冲地找到我 纪伯达真是好手 居然用逃婚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别以为我 我总有办法让他回到我的身边 我静静地看着伊藤城 他抢走了我的妈妈 抢走了我的幸福 抢走我所有的朋友和爱人 当我所拥有的一切 不管他是不是真心喜欢都要去抢 曾经我对伊藤城和他的小三爸爸恨之入 可现在看他又觉得无比可悲 他们的世界里没有爱 随便你吧 你最好早点把他抢回我 好让我过几天清静日子 伊藤城愣了一刻 把那日记本上空缺的几张纸专了我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他爱的时候 他细致入微地讲述了那段时间 他和柳如烟做过了一切 我一生渴望的心愿对他来说 全部都是稀疏平常的日常 人前户口言笑的柳如烟 在他面前 却可以尽情展露自己最真实的眼睛 我懒得去看什么白月光 不过是欲望时人 柳如烟所爱的从来就只有他自己 转过身却发现柳如烟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我身后 他憔悴了很多不像以前一样打扮清楚 头发乱糟糟的眼里全是红血丝 身上穿着的还是我曾经买给他的衣服 他突然冲到伊藤诚面前 狠狠死了他一巴掌 你住口我不许你挑拨我和纪博达的关系 我全部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你根本就不爱我 你是故意勾引我来伤害纪博达 那天在青旅你也不是勤工简讯 你是和一个穷画家私奔 受不了苦日子所以自己跑走了 你是头到尾都在骗我 是你害我失去了纪博达 他才是这世上最好最爱我的 伊藤诚不可置信的我注意 柳如烟又转头看向我 纪博达你知道他的所有事情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要眼睁睁地看我被欺骗 我一阵雨色我说了你会听吗 你只会觉得我在争风失踪 况且我们一起长大 你真的不知道伊藤诚是什么样的人吗 自那以后柳如烟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 伊藤诚也没脸继续在我面村找笑 我入职了爸爸经营的公司 一点点熟悉各种业务 下了班和同事聚聚餐聊聊天 生活平静而温气 正当我以为自己的生活步入正回忆 意外发生了 我在加班回家的路上发现有人跟踪 那段路人既喊之路灯明明面临 我怕贸然抱紧惊动对方 小心翼翼保持阵地 在经过一片树丛的时候 他突然冲了跑 你身后抱住我 我冷静地说我可以把身上的钱都给你 他不予抱着我的手不断用 似乎是害怕我会逃走 此时路灯闪了一下我接着呼闪的灯光 看到他的脸庞 有些不可置信地开口到柳如烟 一瞬间他浑身僵直 我用力推开他 再完全看清他的脸 用尽全身力气 他一巴掌 柳如烟你想干嘛 纪伯达我不会伤害你 我也不舍得伤害你 我只是想带你回家 我嫌恶地避开柳如烟的触碰 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他执拗矫正 无壮男强步回头 却从未想过他会如此偏执 如此丧心疯狂 我会和伊藤城断绝关系 其实我从没有爱过他 我只是压抑了太久一世被迷糊 爱不爱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柳如烟喜欢扮演一个深情的角色 完全不顾对方的感受 我最终选择了报警 面对柳如烟那扭曲的执念 我再也不想赢 警察赶到后他被带走 临走时他的眼神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似乎仍旧不明白 为什么我会选择如此决绝地离开他 纪伯达别走我会给 我真的爱你 他的声音随着警笛的远距渐渐消失在风中 站在路边我看着漆黑的夜空 突然觉得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感 我曾经以为自己无法摆脱柳如烟那份深沉的依恋 也曾以为自己不能没有他的爱 我明白了 真正的爱不是束缚不是战友 更不是依赖而是成全是自由 在国外的生活渐渐步入正面 爸爸的公司也成为了我生活的形成性 我不再把全部形式放在过去的感情上 而是开始真正为自己活着 我学会了如何面对独立 如何在事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就感 半年后柳如烟寄来的一封信他告诉我 他已经彻底离开了伊藤城 也离开了我们曾经生活的那座城市 他承认自己对我曾经的伤害 也说自己将永远不会再来罢了 我把信者好放进了抽屉 再没有回血 时间流逝 一切渐渐归于平静 我站在父亲公司顶藏的办公室 眺望着远处的城市轮廓 内心满怀期待未来的路还很长 而我终于学会了爱自己